记者正影响台北报道吴清风近期推出新专辑 拉美的星期二 图环球音乐提供近日歌手吴清 接受暴走吧 大明星访问聊到贴标签 还为了娘各自特别深聊了一下 而充满正能量的回答 让少粉丝大赞 不过被问到土味情话 清风却是直被形容成土味情话终结者 吴清风认为不需要 别撕掉标签 图环球音乐提供创作过无数歌曲 清风被问到是否怕被以前的作品贴标签 也说觉得不用害怕这件事情了 就像人也不可能罗出现在别人面前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撕掉任何签 因为当我回家的时候 我脱掉这些衣服 我还清楚自己长什么样子 至于先前曾因为在节目被开玩笑用解字来称呼 而后又被小S在金曲讲如此称呼 引起不少争议 而对于这样被贴标签 状况 清风则是满满正能量的回复 就像之前我论过 我也不太懂为什么娘这个字会被形容成负面的词 但是我觉得被大家定义成难听的字 都有这样的特性 就是她的这个字本身并没有提 得不少 story 刚刚 点负面 放它 僻˙